字幕提供 會很挫折啊 哈哈哈哈 對不起 你有多久沒有好好的 親筆寫下一句祝福的話 我覺得現在其實很多人都 習慣用email跟 Facebook去就生日的時候 那可能都是丟Facebook的人 或是說過年啊什麼 即興就是傳簡訊或是有一些 可能自己打去是貫頭簡訊這樣但是 已經很久沒有自己用收 收寫字的感覺 我覺得這樣其實是比較真實 然後比較有感情的 我在應該是 兩年前吧 有一群小孩子很奇妙 他們好像是五年級 六年級 那他們要做一個畢業的 畢業的一個 他們的成果展 他用手自己畫然後 把我小時候的經歷 畫成一本畫冊 其實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也是 有一點點 當然很感動 但是我覺得那個 驚嚇 你知道我覺得說 因為太久太久沒有看到 真的那麼溫暖 像我們團啊 就是我們另外一個團 草莓救星的團員 其實我們都會不相送 其實我們在每個團員身邊的時候 都會寫卡片的 然後其實我覺得 我最喜歡的卡片 就是當然是拿到之後的身邊有一些 大家是簽名啊 祝福 那我覺得最好的是 通常那個卡片裡面都會付一張 什麼什麼東西的兌換券這樣 我最喜歡這個 就比如說 器材的兌換券啊 或者是吃吃喝喝兌換券這樣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我爸很妙啊 他有時候都會寫一些小紙條這樣子 然後有一天早上我就起床 我就看到他在那個 我們家的餐桌上有 他寫說 舞女小萱 小萱是他的本 對 是我的本名 他是舞女 然後就是 是那種有點文言文的 父今早 較早出門 請大夫上香 就是 然後擺在這些 出門記得安全 要什麼注意 那個 行車品 然後對 數字 所以我覺得 我看到的時候 就是有點傻眼這樣 我想說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很早上 然後那種父親流字這樣 可是我現在想起來 就覺得 其實我爸那個很關心 還是 就是 他是屬於比較內斂 但是他會把它表現出來 就是 真的用手寫會有 會有一種奇妙的氛圍 也許你在此刻 沒有辦法深刻的提認到 我想特別寫給 尤其是在 現在這個世代 要堅持做 流行音樂 要堅持做原創音樂 或者是 主樂團的 其實是很小的 要寫一個祝福 就是給我爸爸這樣 因為我爸爸 以前是 大學教授 然後他一直都在 那個年輕人的 年輕人堆中打滾 所以他的心態一致保持 就很年輕這樣 然後等到他退休之後 就 忽然間身體就開始不好這樣 然後 身體 到最近這幾年 越來越不好 越來越不好這樣 然後現在他都只能待在家裡 所以他其實很滿 那 我希望 就是 就是 引住我爸的身體 除了他不要再變壞之外 就是 還希望他可以再變得更好這樣 然後 他可以 對 然後恢復 因為我爸其實他 退休的原因是 他想要 去世界各地 繼續玩這樣 然後 那 可是 就是現在就不行了 所以我希望我爸可以 趕快回到那個 可以 自由自在的 對 然後可以去玩 對 所以 希望他健康 我要切給我爺爺 他今年是九十一歲 可是他超酷的 因為他現在還在看肚子耶 然後 還在跳舞 然後 還 還在 就是他都會出去玩這樣子 然後 非常的開明 然後再也是 他也是很像一個 小孩子的老人 所以我希望他 就是如果我寫下的話 我希望我可以寫下 然後 我希望他一直都很健康 然後一直都會這樣 就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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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